各位网友大家好 由福到义经 曾经为命理老师 现在跟大家解析的一个理命 这个理命 是我们称之为 娘娘命的一个八字组合命理 那我们要了解 我们人生当中 就是享受的是福禄 还有这个寿 包括说钱财 还有就是说 婚姻这几大方面 是否能够更加的和美 那所谓的娘娘命 有的时候呢 感情上可能并不是说一方风顺 但是呢 他一生当中 总是过得比较清闲 过得比较舒适 或者是说过得比较安逸 那这种命格的人 天生福报比较大 是属于有福气的人 看这个八字 属相的话是1976年属龙的 是一个理命 出生在秉承年 庚子业 人影日 兵未时 那我们要知道 看八字 不是当纯的 以哪一个属相来论 命中的吉凶 或福 我们需要结合年 夜 日 还有时柱 这四个称之为 四柱八字命理 那么我们也要了解 每个人的命中 所蕴行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 生下来 你具备有哪一些优势 或者是说 你天生能够享受到 享受得到哪一些福报 享受得到哪一些权利 很多是在你的命中 已经是带来了 至少说 你出生的那一刻 已经给你的人生 有一个大体的框架 给你 给你发展的这个平台 那很多人会问 同一天出生 同时出生的人 他们都有这种 很好的命运吗 他们的命运完全是相同 那这个肯定也是会有差异的 只是说 在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他们的先天条件 已经是具备了这些优势 你比如说 有的人 可能出生的地利环境不一样 出生在东南西北 各个地方都有差异 另外的话 跟你的长辈 祖辈 这些 一些福德 或者是说 跟你祖辈的一些 上辈子 遗传给你的一些基因 各方面 多少肯定也是会有影响 那总体来说 你有一个好的命格层次 在你出生的那一刻 也是已经定下来了 有福气的人 不管是说 你住在哪个地方 或者是出生在哪个地方 可能说有的人是属于光太太 但有的人是属于平民百姓 当时这个平民百姓 他也会过得 非常的安逸 过得非常的舒服 不会像普通人那么忙碌 也不需要一生当中 总是为钱财发愁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八字 人影日出生 这个人水 是日主 出生的义份是在根子叶 这个止水呢 视为它的一个 叫做羊肋 也叫做笔节 这个根筋 是为它的效应 丙火是为正财 尘土呢 是为七善 荧木 是为自己的石神 位土是正光 这个丁火是正财 那我们要知道 什么样的命 就是说 更加能够有福气 除以娘娘命 首先我们人生当中 是既被有三宝 什么是三宝呢 一个是鹿 另外一个是 鹰 还有一个是石 这个是所谓的 人生三宝 你只要说 鹿能够为用 这个鹿没有被破坏 石神 比较旺 有源头 这三个只要得其一 一生当中 都是属于 比较好的命格 那今天的这个八字 它命中 具备有哪一些呢 首先一个 这个人水 出生在子叶 出生在子叶 是水比较旺 但是它再旺 它有一个根筋 萧印来生 这个是萧印来生 它 是属于它的一个贵人 那如果说 大家在生活当中 想了解自己的命运 想了解婚姻情感 事业财印 起名责任 等方面 可以微信关注车说我 这个八字呢 它的一个萧印 来生了 它自己的子水 也生了它的一个 叫做羊嫩 那根筋的话 又生了它自己 在它自己旁边 萧印发挥了力量 命中有萧印 萧印 来生生 萧印来生了自己 这个是它的一个贵人 当时呢 它命中 这个丙火 才来坏印 这个是 才坏印 一方面 代表它的学历 不是能够达到非常高 学历方面 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第二个方面 在生活当中 容易遭人妒忌 容易有一些这个 妒忌它的人 小人之类的 这个丙火呢 算是它的小人 这个根筋 是它的贵人 这个丙火 和了它自己呢 属于五合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它最好的 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它命中 本来说 这个跟萧印 生了它的纸水 萧印又生了自己 生自己倒是挺好的 没问题 但它的萧印 生了纸水 这个纸水在叶上 是它的阳嫩 也是别人的笔节 这个是属于 会夺它财的一个东西 但 还有一个就是 纸位又穿 这是 一看的话 这个是命就不太好了 因为萧印 生自己好 生了纸水 这个是别人 别人来穿了我的 这个正光 这是不好的 但最好的 就是命中有一个石神 他自己做下 有一个石神 完全可以泄了这个纸水 石神泄了纸水 他就不去穿克它 这个纸水旺 生这个荧幕的力量 又比较大 而且更妙的 就是说冬季时候 冬季 水冷 水寒 冬季的时候 水寒 他急西要这个木 西 西这个木 来泄秀 冬季 水寒 他西要这个木 来泄秀 而且这个木呢 又是属于 他的石神 代表的就是 属于一个 福禄心 也代表说 他的一个 能力的心 他这个 荧幕 在他整个命格当中 起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且说 这个萧印 跟石神 他又不会产生 一个关系 一个在天干 一个在地支 本来萧印 是夺石的 正常情况下 萧印 夺石 萧印夺石 是不好的 它是 不好的一个组合 但是他命中 有萧印 有石神 好就好 在这个萧印 生了纸水 又生过来 生了这个石神 把这个萧印 是坏的 变为了好的 转化过来 生了自己 而且这个木呢 刚好又是 他命中所需要的 他命中的话 就是 这个萧幕 又是丙火 或者是丁火的 这个印 也就是说 这个萧幕 他生出来了财 自己坐下 有一个光 光的话 他本来是会 射到他的窗 当时呢 他这个萧幕在这边 卸了这个纸水 整个命格 就已经活了 有点像这个什么呢 寒谷逢春的 这个状态 寒谷 逢春 这个命格就是 寒谷逢春 看起来 初看的话 命格层次不高 但是仔细一看 这个八字 就非常具备有福气 是属于一个 福气非常旺的一个人 命中贵人也多 财也旺 食神也有 所以说 像这种八字命格 一生当中 就是衣食无忧 比较轻松 过的生活条件 都是比较安逸 同时呢 也比较有考福 因为自己坐下 带有食神 并且食神得到了 这个阳内的力量 很大来生他 就有一帮人 为他效 全马之劳 那今天的八字命之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点评与转发